啊啊 你老婆是不是他 哦 死了 啊 你说这个 啊 我问你 你们叫什么公司啊 你们到底是谁啊 怎么一上来就大喊大叫的呀 他是不是你们公司员工 是啊 我不远先离 过来看我妹妹 我妹妹就在你们公司 勤工解决打工 我既然看到我妹妹 在那喝凉水 吃咸菜 你们公司就是这样对她员工的 不可能 我们公司的伙势没这么畅 我都亲眼看到了 我又骗你啊 那行 我们公司的食堂就在楼上 你们给我去趟公司 看一下我们的伙势 布丁有没有这么畅 走 你给我等一下 钱给我 给我 来 你先给我解释一下 这三百块钱是什么情况 我说大兄弟 你能不能冷静你啊 你说你们一上来 就冲我大喊大叫 冲我发虎 这里是公司门口 能不能注意一下你的形象 你哥 你别这样对老板 老板呢 他是个好人 老板 是这样的 我在这家公司 都已经实习了三个月了 本来我们都说好的 这一个月的公司 是三千块钱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这到我手里 就只有这三百块 不三百 怎么可能啊 我们公司 最基层的实习生 一个月工资都有三千呢 我就是那个实习生 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才到我手里 就剩三百块了 我都不知道该去找谁 是谁给你发的工资 史真香 史经理 史经理 你们稍等一下 我打个电话 喂 史经理 你现在立刻马上来我办公室一趟 就现在 这样吧 你在这天员 就马上下雨 你们去我办公室聊天 好吧 两位 请坐 黄总 你找我 史经理 我问你 这个小姑娘是咱们后勤部的 是啊 是我们后勤部的 你每个月 给他们发多少工作 我每个月 给他们开三千啊 三千 你确定吗 确定啊 这不东美嘛 这东美每个月的三千块钱啊 都是我 亲自转到他卡上的 这个小兄弟 不远千里 来看他的妹妹 说咱们公司 每个月只发三百块钱工资 到底 你给我解释一下 三百 哇 哇 嘿 你怎么把我帮人呢 我大的就是你们这些小大狗 还想何人 叫做 你真帮我不存在什么 还敢当给我的面打人 到底怎么回事 你给你打个车子 王总 就是一个小事情啊 小事情 你最好给我主动交代 要是被我 我叫做好看 我上个月不是看上一款包包吗 然后我就拿他们的钱去买包包了 看上了一款包包是吧 你怎么不去看上一款来说记银啊 我说东美的哥哥怎么不远千里 原来真是你可靠他的工资 拿着别人的许汉钱 抢了 真是好帮打的 黄光啊 我下次再也不敢啊 下次 你还想有下次 我问问你 他们年轻了 离开自己的父母 想来到大人做马军 不是为了给家里更好的生活 偷 拿着别人的许汉钱 我相信 這都沒這種情報在你身上 絕對不是有人 讓你 就等著法律的負責的 王總我 我告訴你 你們猜測了 快 好了小王 你居然敢猜測我 行 我跟你說 要是有人支持你的話 我欠他們的錢 我吃了一口玩 但要是沒人支持的話 我讓你們三啊 對下來了 不 家人們 我相信 剛才這一幕 像史經理這麼囂張跋扈 可扣員工工資的人 我 應不應該開除他 老婆 你餓了吧 我給你泡軟麵 來 你先吃 不用老公 你看 我這兒還有上午上的麵包呢 哎呀老婆 別老吃這個了 來 你也吃了 熟熟的 我早上出門太著急了 這身上沒帶錢包 我現在肚子餓得慌 你看你這個 泡麵能不能給我吃啊 好 好 那 給你吃吧 謝謝 謝謝 小兄弟啊 這一桶泡麵 我還沒吃飽 你看你這個麵包 能不能也給我吃了吧 好 嗯 謝謝 謝謝 小兄弟啊 我這出門實在是太著急了 錢包沒帶 手機也沒帶 你們能不能再給我拿點錢 我好坐車回去 太感謝你了小伙子 你們自己都這麼困難了 為什麼很願意幫助我 這個每個人呢 都有困難的時候 能夠幫到你 我們也很感謝 你們真是太善良了 像你們這樣的人 一定會好人又好抱他 王總 可算是找著您了 怎麼了 史密碩 哦 這個呀是那幾條街的租金 另外幾條街啊 下個星期八交起 來給您 另外呀 這個呀是咱們公司的新癖 山藥葛根玉米羹 小兄弟 大妹子 你們真的是太善良了 我剛才呢問了很多人 都沒有人願意幫助我 只有你們願意幫助我 這個山藥葛根玉米羹 還有這些錢 你們拿去吧 不行的不行的老闆 這個 這個山藥葛根玉米羹啊 我們就收下了 但這個錢 真的不能要 讓你拿著你就拿著 畢竟啊 我賺錢比你們容易些 我賺錢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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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賺錢給你